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有什么呢 这是红薯 炸的小鱼 这个是鸡肉 这个是胡萝卜 还有莲菜 还有这个是豆角 这个是小番茄 下面是大米饭 大米饭 吃的稍微是少一点吧 吃多了容易跑 好 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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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个豆角吃 看这豆角 这冷冻的豆角 还有蒜 还有腌的蒜 今天边吃边 跟大家聊一件事吧 今天是 叫 咱们国内需要农历九月初九吧 咱们国内冲销一节 然后 想这两天们给我父母打电话了 就爸妈打电话了 刚才打了电话视频 聊了一下 看他们的状态啊 都还不错 我也放心了吧 怎么说呢 出门在外 想家 真的非常想家 但是现在疫情当前没办法 只能 忍一忍吧 他们也见不到 我也见不到他们 就这样忍一忍吧 然后呢 怎么说呢 刚才聊的时候 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吧 就是 以前 就开始的时候 我爸因为我爸的工作原因 一直在调动工作 一直在换工作 在调动了很多次 我记得上高 我初中 上初一的时候 有一次 就因为我妈 家里搬家嘛 因为我要上学嘛 所以我跟我爸 先搬家 先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 我妈不在 所以我们家的饭没着肉 然后正好那天 我要上夜之习 像上晚自习 要出门早嘛 然后 我爸也没做饭 我爸也忘记做饭了 就是以为是星期天 不用做饭的 结果没做饭 然后爸说 你这还没开始那啥了 还没开始那个 吃饭呢 然后那天下雨 下特别大的雨 我记得 然后就 看见我爸 就是怎么说 就是 就是有 那个背影吧 就是 跑进大雨 从家里边 跑到大雨里边 去小卖部帮我 给我买泡面 买香肠 我看了那背影 真的让我想起了 朱自清那个背影 那个文章 那个父亲的背影 那时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泪目的感觉 真的是 后来 后来又是因为 那个 怎么说呢 我爸这个人 喜欢喝酒 所以我跟我爸的关系 不是特别好 然后喝完酒 喜欢乱说话 不是说乱说话 喜欢就是 虚导不停 所以 我跟我爸的关系 不是好 不是特别好 但是那一次 就是那个背影 真的是 给了我 给了我 很大的感触 就是那种 父爱的背影 跟真的很大的感触 现在想想那种 那种回忆 也现在还想一想 回想一下 还是那种感触 可能比较深吧 然后说到这儿 咱们就聊一下 那个前天晚上 前 就是前 就是前天晚上 我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在我直播间里边问我 他说 你父母都健在了 你为什么跑到日本去了 怎么怎么地的 就是这样话 他说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 父母在 不远游 这句话你知道吗 当时他说完这句话 我真的是 那种感觉啊 朋友们 就是 就感觉刺到 我想刺到我的心了 真的刺到我的心了 我当时真的感慨了很多 真的是感慨了很多 但是 我想了一下 我又问到朋友 我说 这句话的原话叫 父母在 子不远游 但是你知道 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吗 后面一句话叫 父母在 子不远游 有必有方 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 大体的意思 我就不说了 我就不细说了吧 朋友们 我感觉朋友们 比我的那个文化 是要高很多 所以这个 文言文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 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想说的啥呢 我想说的就是 每一个成年人 每一个成年人 为了生活 为了发展 为了自己的家 都要做出选择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谁愿意被相理解 谁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拼 我在日本的前期的经历 我在直播里边 在视频里边 受过很多次 我受过很多苦 我想坐牢的是 给我的老婆 给我的孩子 有一个稳定的家 一个安心的家 给我的父母 让他们老后 让他们 就是奔不动的时候 我想给他们一个 安稳的家 给他们一个 永远的生活 我觉得 怎么说 父母的未来 孩子的未来 家庭的未来 才是我现在 这个年轻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 好了 咱们就是怎么说呢 不多说了吧 反正就是今天是重阳节 咱们就是在 民间传统节日吧 就是 就是敬老 咱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登高赏秋和感恩敬老 是当今 重阳节的 两个最重要的主题 我在这里希望 跟我一样 在远方的朋友 在远方的朋友 一切安好 也祝全天下的老人 身体健康万事如一 好了 我们下期 拜拜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 订阅 转发